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有身份吗 四个怎么说问题很大 有身份 你什么身份你说 轰轰你在我这做好 轰轰你 你在我这做好 对 没用的 我有S686 你自己跑吧 你跑好了 这怎么办 交的一发言 全票打飞小温 在我面前 上面一点刀 对不起 四脚没拉好 朱大强 全程跟我摘一块 你可以帮我作证 小温你不用发言了 聊不聊 好吧 Michael交给你 注意情绪 我这边只认轰轰载和朱大强 小温请开始你的反扑 过 面刀 面刀 四脚没卡好 小温 三刀 那我跟仙 挺好 我跟仙 挺好 那我只能保 仙 刀的一说 跟朱大强 还有轰轰 他们啥在一起的 那就是 小温 王大毛 怎么聊 过了 汉匪 汉匪 刀的一 披着羊皮的汉 刀的一 然后他们往上走 往下 然后我想回头掏一下 看他们不能死 然后掏到左边 他在我面前吃鸡腿 他觉得他能跑得掉 我给你吃两个 我还能让你吃第三个吗 就杀哥 我是发自生气的告诉你 我除了你俩 没有遇到过任何人 所以这一轮很关键 假设他练义在场 然后当时又是双狼的话 那刀的一 和朱大强 他当时 刚开始没提 那个啥 他提的是大强 那假设刀的一 朱大强 双狼 全地在当小温 那小温队友 这时候就会反复一走 跑一走小温 我是不在场的 我只谈一个真的逻辑 我是一个好人 讲话不类子 解决 首先我感觉你 轰轰发言 首先我感觉你说的 所有的假设都非常的不成立 我就这把直接告诉你 我们三个一到走 走在前面 然后小温 看到小温跑的 能明白什么意思 直接就是点杀小温 然后就算 这一刀抛开不穿 外面的外置位的刀呢 你还在那里软弱无力的说 你一个人单走 你怎么洗得清啊 你就算 你用一千万个 假如 就算你有五千万个 如果 也洗不清你在外置位 动了手的嫌疑 他的队友是谁 谁在捞小温 只有你 王达 你就不跳出来纯送吗 我有人质 直接把小温直接点 就直接上堂 你讲话好好讲 麦克给先小姐 讲话好好讲 先发言 这把的焦点牌 不管你们其他人怎么弄 首先这把的焦点牌 是小温 先把小温打出去 讲话好好讲 这把是什么情形呢 猎鹰 双狼加烟影 各开一刀嘛 三个嘛 对不对 我跟秀才哥 王达姆 我能认你半个好 因为开局看到了 确实也所 像你所说的那样 所以说先把 这把打小温 如果紧张还在场 那就那两个选轰轰 周大强选一个嘛 过 这也是小温发言 小温直接跳起来 打抱这个刁得一的膝盖 我跟你说 直接跳起来 罗蝶两郎 刁得一和轰轰 我跟你说 轰轰跟刁得一 一开始我在一个鸡脚 跟他听到了 刁得一的笑声 疯狂笑 他说 轰轰 我认你为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并没有往前走 我觉得也不对劲 然后这个时候 珊珊从我后面走了过来 我给你们还原一下现场 珊珊从我后面走了过来之后 我觉得有人跟我一起了 我就不怕了 我就往上走 我发现刁得一不见了 然后我就跟珊珊 往他那个地方去 走到下面 最左下那个地方的时候 有个石头 那是可以卡视野的 刁得一直接从那个石头 蹦这把刀了 然后我正常就拍鸡腿 他直接拍了鸡腿 然后他张我 有谁踩我 到锦上来爬一枪 现在轰轰直接也踩了个王道某 我跟你说 王道某这个牌 先不了 先全跳 打背这个面刀的 刁得一 罗点两郎 小温白板大鹅 谁都不怕 逛 朱亚强发言 首先我确实跟刁得一 跟轰轰 我们三个人走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三个人的距离 也不是那么近 所以小温过来刀人的时候 必是那个视野是没有看清楚的 我是有那个视野 是纯纯的看见小温 手起刀落 嘎了三三的 所以这波肯定不是 刁得一根呼呼的局 绝对是小温 那谁捞了小温 那如果说小温出去 王大谋不嘎的话 那下巴就肯定就是王大谋了 因为王大谋捞人质嫌疑太大 好吧 过 我下巴可以推走了 可以走了 可以了 这人质可以了 饭糖集合 游戏结束 大谋 大谋 你来找我们 饭糖集合 你是个铁坏坏 我只给你15秒 刀完直接啪一枪 现在哪能开 现在不能开 刀完再开 他就2v2平票 小心他紧张就行 得怎么得 肯定下一局开 上一局嘛 好好说话嘛 可以放一把 得怎么得 我跟你说 那个秀才 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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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秀才 你过来 你过来 怎么只有一个 没办法 我怎么跟你讲 上吧 我已经上堂了 你说话 发言还可以 你但凡一个字不对 直接就一枪 我跟你讲 我想吃 我真饿 当我面吃鸡 给你吃两只 好吧 可以吧 我头的两只 因为我觉得小温的发言 小温我跟你说 我话但凡说的不对 我直接死 你知道吗 小温 当着两个老鸣 吃鸡 你别死了 那没办法 谢谢 小温 你说的最好的一句话 就是我要跳起来 打你的膝盖 这是你最大的 哈哈 哈哈 有一只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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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棒 就很棒 好